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放转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讲座已经进入第三天 今天就圆满了 那么早上我们郑大顾杰峰同学 他提出一个问见调查 刚才看了一下 他问的方面蛮仔细的 希望跟我们初衛老师同学交理 就是他在政治大学 念宗教系的 在德国读大学就开始念宗教系 后来到大陆山东去学习 又到台湾来 现在还在乘大 他做一份学术交流的研究报告 也就是说洪洋中华传统文化 怎么把老和尚中华传统文化推广到全球 那么我们老和尚已经走在前面 做了一些实际上的交流 跟宣扬 也得到很多国际的友人 大家的认同 那么牢上去年研究了 那么后续的工作 还是有待我们四众弟子 大家同共发行 再继续把那老人家 这个洪洋佛法 中华传统文化 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 这个影片继续给他推广到全球 那么在这个问健调查呢 顾同学问得蛮详细的 等一下我想我提前15分钟下课 由顾杰峰来跟大家交流交流 这个我觉得这个也很好 这个他希望把这个推广到 依照我们老唱这个理念推广 非常难得 非常放心 因为傅杰峰他在德国 只有知道台湾有四大三头 他说有四大三头 我们这位同学 我们台湾有四大三头 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傅杰峰比我们清楚 我们住在台湾都不知道有四大三头 大家知道吗 哪四大三头啊 考一考 何光山 华谷山 慈济中台禅士 号称台湾四大三头 顾杰峰比我们清楚 我们还不太清楚 那么他是到台湾来政大念书 有一次偶然的机会 到我们华杖金钟学会 那时候物文师在学讲经 他来听 他才知道 原来台湾还有第五个三头 就是我们老上的 静忠学会 那么顾杰峰同学 他说哎呀 很可惜啊 我们这个第五个三头啊 就是很少人知道 他在德国就没有听说有静忠学会 那么在德国这个法兰克福 有个德国静忠学会 也很久了 就是我们就比较不出名了 不出名 所以有一些的确啊 不知道老上这一块 那实际上啊 老上这一块的红华呢 做的相当的多 现在我们缺乏的啊 就是这个鲜梁啊 还是有待加强 有待加强啊 多方面的去宣导去宣扬 让更多有缘的人啊 来接触到 进一步来认识 来交流来学习 那么这个是对 这个世界和平啊 具有实质的帮助啦 具有实质的帮助 这个我们敬老和尚也不是光讲理论啦 就是有理论 有方法 还要去笃行啦 笃行就是你要去做啊 就像这个他在联合国教训组织啊 他把这个理念啊 跟这些各国代表啊 说明啊 大家都觉得很有道理 但是后面一个结论啦 这个做不到啊 道理是很好啊 那做得到吗 有人愿意做吗 那这个就是一个信心危机啦 因此我们敬老和尚啊 他也想到了 如果你没有做出一个实质的成绩 实质的效果啊 光是讲 大家还是不相信 讲是听一听 道理很好 但是做不到 那等于泼冷水嘛 那讲了半天做不到 那讲那些没有意义啊 对实际上没有帮助啊 因此啊 他在04年啊 回到安徽如江 因为他也在世界各地啊 要找一个实验啊 中华文化的一个实验点 一个实验点 那么在海外各地啊 都找不到一个 比较理想的一个地点啊 后来呢 04年啊回到家乡去啊 那么他把这个构想啊 跟这个乡亲啊 提出来 那么他们家乡的人如江啊 这些乡亲啊 大家回来家乡坐啊 所以那个时候 透过满宫老和尚啊 那么地方这些 这个地方政府啊 还有这个习林长啊 这些乡亲啊 大家呢 也很乐烈的支持 后来呢 在这个如江县政府啊 他们也协助啊 找到这个汤池镇 汤池镇是如江县的一个镇 那个人口啊 四万八千人 是一个小镇 一个小镇 那么就是 在那边带个中华传统文化教育组织 那么做一个实验点 那么实验点啊 不是只有在教室上课 除了教室上课 而且啊 就是 在这个小镇啊 这些老师啊 都带着 同学啊 去为这个证明服务 他们家门口啊 这个不干净的 家里不干净的 就帮他们整理打扫 捡垃圾 整理环境 那么大家看到呢 刚开始看得很奇怪啊 为什么要捡那些东西 那时候蔡老师去 那这个游人啊 以为他是在捡钱啊 你在捡什么 蹲在那边捡 结果是捡垃圾 他捡垃圾比捡房间好啊 那么胡导啊 这个证明啊 如果家庭纠纷啊 那就用地址归成龙的话呢 来给他们寻导 这个 原来我们建老和尚讲啊 这个实验啊 最快也要三年啊 看会不会看到成绩啊 结果啊 实验了三个月啊 那整个小镇啊 民风大变 原来他们垃圾啊 万丁 自己家里不要放垃圾啊 丢到对面墙 人墙门口 那现在呢 不会啊 那大家也看到啊 也都会整理干净啊 天天人家来整理啊 自己也不好意思啊 自己会开始整理啊 见到人也有礼貌 会打招呼啊 那以前啊 好像欠他几百万一样啊 看到啊 不打招呼了 脸臭臭的啊 现在呢 会打招呼啊 这个 继承车司机啊 十斤不灭 捡到钱啊 都送到派出所了 所以那个继承车司机说 如果以前我没有接触到这个中华传统文化呢 我才不会交到派出所了 这个 那说明啊 有达到了他一定的一个成果 而且这个时间还不是太长 三个月 所以后来我们脑上 他就下了一个结论了 说人是教的好的 人之出性本善 那么也印证了三字经讲的 人本性他是善的 那么坏呢 是习性坏了 后天啊 一学坏了 他的因缘不好 跟到不好的人 不好的环境 这个学坏了 如果有这个因缘让他学好 人都能教得好 所以人啊 是可以教得好的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论 因此这个06年啊 我们第一次在法国巴黎联合国教科院组织 第一次办活动 那么那次的活动是泰国主办的 泰国啊 办这个 纪念啊 本师释迦牟尼佛 这个 这个 涅槃啊 2550年 外国人计算2550年 中国人计算是3000等 所以 差500年 那么泰国办那次活动啊 啊 我们 我们 牢上啊 给他们很大力的支持 那么泰国 也欢迎我们牢上啊 去呈现啊 这个 有怀疑啊 那现在做出一个成绩啊 啊 那大家就 信心就 升起来 啊 所以很多 外国的 代表 友人啊 也纷纷都到 如江汤池去 参访 祭祭 去公民 啊 因此啊 啊 方面啊 啊 就像顾杰峰同学讲的 这些方面啊 啊 我们 大家还是同共发心啊 要多做宣导 不能啊 这个 还是有很多人啊 不知道 这方面的信息啊 因为我们牢上 他一向行事风格啊 他就比较 务实啊 就是讲道理务实 要去做 那就比较呢 不会说去夸大啦 去做一些什么 广告这些啦 他是 啊 没有这么做啊 主要是 也实质去做 那么有做出实质的效果 这些啊 也是提供给后人啊 继续来 学习 来发扬光大 一个很宝贵的一些资料 所以顾杰峰同学发心啊 要把劳商这个推广到前期啊 这个我们赞成 那么啊 首先在学校啊 透过这个学术性的交流 希望啊 更多有缘的人啊 来接触到这一块 那么这一次的一年呢 很殊胜很难得 这个等一下呢 我一点时间给大家 再进来 顾杰峰同学跟大家说一下 然后 他把这个资料发给大家呢 大家来贴行 问贱调查 往后啊 大家也可以做一个 比较一个 情绪的吧 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交流平台 这个也是 很难得的一个因缘 那么这个 我就先给大家报告到这里了 那么我们接着啊 学习净土及 印光大师法与精华 的解药 我们昨天啊 学习到第二条啊 欲求得虎免货 必先能免二历善 随时随地 赤免免人 尽杀无数 昨天我们学习到这一段 学习到这一段啊 我们集了 几个公案 跟大家分享 那么早上啊 我起来 看到电视啊 这个 有节路啊 楼上 在讲大经科著的一个标题 就是 杀生吃肉的火爆 好像我们昨天讲这个 感应啊 早上一早起来 一点开呢 就看到这个 杀生吃肉的火爆 然后 22分钟 我就听了一下 那么昨天讲的 这些公案都是古代的 清朝时代的 宋朝 唐朝的 那我们早上讲的这个公案 是现代的 现代 那么他的好朋友 广化老法师 这个我们台湾的 学习的同学 应该都能知道 他介力很经典 他以前啊 在家的时候 当军人 本来这个军西的 用钱啊 就比较方便 那广化老法师给 先师靖老和尚讲 他说呢 以前他在家呢 当军人啊 人家吃不到肉 他每一天吃一只鸡啊 一天吃一只 365天了 一年吃300多只 后来出家了 借力很惊艳 但是这个 杀生吃肉的火爆 这个 清夜重爆还是不能念 所以有一次在浴室洗澡 看到很多鸡啊 向他哭过来 他左转右转啊 不小心啊 跌倒 结果跌倒啊 在骨头水洞 后来呢 就坐在本里 后来呢 他见到 往前往和尚 他说哎呀 这只鸡 过去啊 没有修复不懂啊 天天杀生吃肉啊 被狗爆 他说现在呢 已经众业清暴了 所以邪佛的人啊 他明白这个因果的道理啊 他就不厌天理由 如果没有邪佛的人啊 他不知道为什么 南民啊 就会厌天理由 为什么会这样 不知道啊 这些都是自己造的 业啊 所感造的 所以邪佛 就非常重要 现在呢 昨天有同学讲 现在感觉 他现在感觉 现在还不需要邪佛 并不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还不了解佛法 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如果真正了解啊 这张欧阳敬吾 这张欧阳敬吾 讲的 就是 佛教非宗教非哲学 是人类所必需啊 人类所必需 是必需要的 不是可有可无的 是必需要的 但是很多人认为 可有可无的 甚至啊 认为啊 不需要啊 我根本不需要 那这个也很正常 因为他不了解佛法是什么啊 那佛法 到底跟我有什么关系 那佛法呢 讲什么呢 是讲佛他自己吗 不是 佛讲的就是 一切众生啊 佛教就是佛 把他修学的经验告诉我们啊 那么 佛教 过去震荡 正实验教授 他有学到佛法 他的一堆经书 到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卓寺 给我们敬老和尚 向我们敬老和尚秦华 我们老和尚看他报了一堆经书来啊 就问他啦 哇 你那么 看了那么多经书啊 我们老和尚就问他啦 他说呢 一套大藏经一百册 你要一句话 给我讲经 一句话就好 不能第二句 一句 讲什么 大藏经在讲什么 一句话 那正教授一直答不起来 一句话怎么去讲 大藏经佛在讲什么 答不上来 那后来我们老和尚就讲了 四个字 诸法实相 诸法实相是经典里面的一句经文 佛说 诸法实相 那诸法实相啊 这经文啊 一般人听也不懂 什么叫诸法实相啊 我们老和尚用白话来解释 诸法实相就是 宇宙人生事实的真相 人生就是自己本人 自己 人生就是自己 宇宙就是自己生活的大环境 那佛教 佛就是教我们认识自己本人 认识自己生活大环境 定义事实的真相 这个叫诸法实相 所以佛教 不是可有可无啊 不是不需要啊 那如果你不需要啊 那你就永远不认识你自己啊 佛是教我们认识自己的 不是叫我們認識他 他是叫我們認識自己 所以他不是宗教 認識自己在禪宗講叫明星見性 見性成活 每一個人都有自信 每一個人都有佛性 一切眾生都有 《華元經》佛剛成道 第一句話就講 奇災奇災大地眾生 皆有如來智慧德相 但你妄想執著而不能證明 一切眾生智慧德相跟佛一樣 平等 男女老少在家出家 雯蟲螞蟻這些眾生都有 但是現在為什麼不能證明 因為眾生有妄想執著 把自己本來的智慧德相上愛出來 我出現在世間就是為這件大事因緣 告訴世人認識你自己 認識你自己生活環境的事實真相 我們現在問一問 你認識你嗎 我怎麼不認識你啊 那我再進一步問 你說我 我是什麼 什麼是我 這個就是我啊 或者指著鼻子就是我 我在這裡啊 佛跟我們講錯了 那個不是我 我都把身體當作是我 我說這個算不是我 是我所 像穿在身上的衣服一樣 穿舊 穿壞了 破了 再換個件 那有幾個人認識你自己啊 那你不要學佛 你就永遠不認識你自己嗎 永遠不認識啊 永遠不認識啊 我發現事實的真相到底不是什麼 我從哪裡來啊 為什麼到這個世間來啊 將來要去哪裡啊 你知道嗎 這個答案科學家都不知道了 只有佛知道 所以大使大佩來告訴我們 教我們認識我們自己啊 不是叫我們去認識他啊 所以啊 這一點我們要認識清楚 因為說不需要 就是對佛教是什麼 不了解啊 不了解當然啊 可有可無啊 但是真正了解啊 那不能沒有啊 沒有你就不認識你自己啊 你自己是誰你都不知道啊 永遠不能明白 那麼也不能解決啊 我們人生啊 種種的問題啊 我們這個生死是大事 佛教我們解決這個生死 這段事情解決這個大事情的 那這個最大的事情都能解決 大家想一想啊 我們活在這個世間 你有哪一件事情啊 比生死更大的啊 我問你啊 哪一件事比生死更大的啊 你說你事業做得更大的 你做總統這個地球都是你的 你死啦 什麼都不是你的 那不是更大的嗎 沒有啦 所以生死是大啊 那這個都能解決 那我們生活當中啊 求生觀發展啊 健康長壽 當然小問題都能得到 大問題都能解決 小問題怎麼不能解決呢 那現在我們要求的是小問題啊 不是大問題啊 但是如果你沒學佛啊 我們也很肯定的講一句話 你小問題都不能解決 那這個話一點都不誇張 比如說改造命運 你就改造不了了 不要說什麼大的 像了完先生這樣你就做得到 那多少人想改造你 不懂理論方法 錯誤啊 理論方法不對啊 越改就越不對啊 越改就越不好啊 所以這個很重要啊 所以歐陽敬吳先生講 佛教非宋教非哲學 是人類所必需 無論你是什麼人都需要的 那麼中國人啊 也接受印度傳來的佛教 也認識到佛教 不用儒道報告 但是儒道啊 跟佛教相互相成 所以歐陽敬吳教授講 中國人啊 有這個心量 接納外來的文化 來豐富自己本土的文化 就是佛教來豐富中國 本土文化的文化 他們比教授講得一點都沒錯 真有邪問啊 他沒有邪問啊 這個話他講不出來的啦 他不是隨便講的啊 他都有根據的啊 我們現在講都是數據的啊 不是亂講的 亂講他就不是邪則了 邪則啊 就是一定啊 講的就是根據 這些啊 我們要知道 所以大家有緣意到啊 要珍惜 這個不容易 我們辦一個講座 要大家花心啊 也不是我一個人就能辦 也不是有錢就能辦 還要有義工啊 還有很多人啊 還有老師啊 還有你們願意來參加啦 還有場所啦 多少的英靈 我們才能辦一個講座啊 大家知道啊 所以英靈不容易啊 我也很忙啊 我也是忙裡偷懸啦 來跟大家分享啦 不然我也不是吃飽沒事幹 不是吃飽演員喔 這間沒演員喔 大家要懂得喔 要知道啊 要珍惜啊 遇到這個英靈不容易啊 你在外面啊 你不太容易遇到啊 而且遇到我們老上這個善知識啊 真的也更難 你看顧傑翁同學 他真的試破 他來台灣能找到第五三頭 所以他發現啊 他真的用心在做協問 一個協責的態度 就是這樣 講這個戒殺儒術這個公案 現代的 我們看到就更多了 因為時間的關係啊 沒有辦法講很多 現在呢 現在呢 我們看到古代的公案 現在 比以前更多 你去看 你認識的 周邊的 那有一次我就看到啊 一個抓鳥的 這個大概在一二十年前啊 我看報紙 一個抓鳥爬到電線桿上去 被那個高雅電電線的掉去那邊啊 為了去抓那隻鳥 那不是這個縣市報給我們看嗎 這個都不是騙人的啊 這個就是事實真相啊 如果不相信活的報 那當然沒有什麼可以相信的啊 沒有什麼可以相信的啊 這個都不是騙人的啊 那麼接下來啊 從佛 這個從佛 這個從是推崇 遵崇 遵崇佛教 推崇佛法 這個對社會大眾啊會有影響 如果我們對佛很遵崇 那大家看到 對佛教怎麼那麼推崇啊 大概有什麼好東西可以學 也可以接引啊 社會大眾啊 來接觸佛法 學習佛法 得到佛法真實的功等力 功德就無量啊 這個從佛 從佛我們 佛弟子啊 可以做一個 這個版樣啊 給師父到中看 做影響眾 做影響眾 祈福啊 下面瓜佛講 祈悟節用 佛祥厚厚厚 我們一般都知道要修佛 修佛就是要去做好事 要修佛要造 所謂造武人群啊 但是呢 往往啊 舒服掉 修佛 修佛也很重要 這個修佛 佛就是我們的用品 那麼我們日常生活用的東西啊 這些物品 包括我們吃的食物 這個叫食物 紅利大師受韻光大師感動 什麼 韻光大師呢 吃完飯 換粒 一粒都不領的 都用饅頭啊 沾個饅頭叉叉叉叉乾淨 那我出家跟日常法師啊 這個這個住了一年多啊 那時候日常法師啊 教我們煮飯啊 天天吃大鍋菜 不能煎不能炒不能炸 所以用水煮 比較不容易爛的先煮 比較快爛的 快起鍋的時候再放下去 煮好了 放鹽巴 油在地上去 一點油煙都沒有 我們天天吃大鍋菜 那也不吃水果 他說呢 我們吃素的人啊 那個素材就是維他命C 他說我是學科學的 還要吃什麼水果呢 不用吃啦 我們那個維他命C那個素材本身就有啦 那麼一年啊 大年初一啊 我們每一個人有一顆橘子 我們一年就吃一顆橘子 水果就吃一顆橘子 那這個吃過飯啊 他要一個開水 像這個符一樣 刷刷刷刷 洗乾淨 那我現在養成習慣了 我吃完飯啊 大概都用水啦 不然就用饅頭擦啦 有一次我到北京啊 一個機師啊 請我吃飯 那麼吃完飯啊 我用開水洗一洗刷一刷 那個碗跟盤亮晶晶的 那個機師就跑到香港給我們食物講 誤導法師啊 我請他吃飯啊 他吃完飯那個碗盤啊 就像洗好了一樣乾乾淨淨的 那我已經養成習慣了 跟日常法師啊 養成習慣了 接受他出佛操很嚴格喔 又當兵出金操還嚴格喔 遲到一分鐘啊 要去佛檢懺悔啊 這個洗腹啊 不能糟蹋食物啊 因光主持開始啊 你有多大福泡啊 現在人啊 吃了一半丟啦 我們看了就心很痛啊 所以要洗物啊 用的物品 吃的食物都要愛洗啊 不要浪費啊 節用啊 就節省這個 這個費募 不要浪費啦 我們 一件衣服啊 能穿的 盡量穿 我現在呢 人家送我的衣服太多了 可以賣啊 可以去擺地攤啊 襪子有一大堆 以前我襪子很少 因為有時候我穿這個襪子破了 我還繼續穿 其實看到我穿破襪子 等一下就一堆來了 所以我現在不敢再穿破襪子 太多了 所以一件衣服我們吃了 穿了一輩子 我這次穿了三十幾年前的衣服 穿起來還蠻舒服的 要節用 博享 這是享受不要太過分 對自己啊 這個享受啊 不要太超過 厚施 但是不施給別人要厚 好像我們自己啊 自己在家裡吃了就很節省 但是你請客可不能吝嗇 你請客要厚一點啊 你請客啊 如果這個 這個這個 跟自己一樣啊 那對對人就很刻薄啦 要厚施喔 是 博享是自己 對自己啊 你不要請人家到你家吃飯啊 給他吃一份鹹菜 我平常就這麼吃的 所以 顧書要豐厚 自己 省吃減肉 多做好事 多幫助需要的人 那麼這個都屬於喜好 弘法立身 那麼剛才顧潔鋒同學講的 這個就是弘法立身 我們為什麼弘法 為了利益大眾啊 為了利益眾生啊 佛出現在時間是為了弘法立身啊 那不是來獻料 我成佛啦 你們通通是煩農的 那個就不是佛啦 佛出現在時間啊 把他修學的經驗成佛 來告訴我們 也幫助我們啊 各個都回顧自信 民心見信 見信成佛 真是大慈大悲啊 救苦救難啊 就是為了這個啊 不是為了賺錢啊 你跟佛啊 三一一波日中一十樹下一宵 他其他什麼都沒有啊 不需要你一張選票啊 他騙你幹什麼 在謊念老長那講 釋迦牟那佛也不要你投一票給他 他何必去騙你的 他對你無所求嘛 所以弘法立身很重要 多念觀音聖號 為眾生迴向消災幾集 那麼這個 在印旺大師法以兼法 也勸我們念佛人 兼念觀音 這個印族啊 也勸念佛人 比如說你一天定課 念一萬聲阿密陀佛 另外呢 你再念五千聲的觀音聖號 念這個五千聲觀音聖號 是迴向給這些世界苦難的眾生 這世界苦難眾生太多了 那個苦很多種啊 災難也很多 那觀音菩薩救苦救難 希望減輕他們的災難 所以念觀音迴向給眾生 消災幾集 這個幾除啊 這些劫難 像現在新冠狀病毒的疫情啊 還有戰爭啊 我們多念觀音迴向給這些 受災受難的眾生 這個不用花錢啊 那如果你一天念一千聲佛號 要五百 念一百聲啊 你要五十聲觀音聖號 照這個比例 那麼觀音菩薩在這個時候非常需要 這現在實在災難太多了 那救苦救量啊 這個現在很需要 自己念觀音啊 不要欠人家念觀音 所以我們觀音佛協會啊 我們就在推廣這個 觀音靈感路 這個多多介紹給大家看 特別現在這個時代啊 很需要 災難太多了 此而人己堅力啊 唯得無窮 佛服益廣言 那麼如果 如果 能夠 能夠 依照以上 應主兵開示的 這樣來依教奉行啊 別人得利益 自己得利益 所謂啊 自利於利他啦 唯得無窮 雞功雷德無窮盡啊 佛服益廣言 佛服益廣言 來獲得的無窮 也非常的深謊啊 這個人間的五窮啊 你肯定可以得到的 好 我們接著看第三條 三 佛國襲災 根本方法在於念佛 一切災難 皆為眾生二業之所感造 若盡人能念佛 則此業即可轉移 如能有少數人念佛 亦可減輕 那麼這一條啊 主詩也是給我們開始 佛國襲災啊 那麼這個佛詞國家 那麼根本的方法在於念佛啊 在於念佛啊 我們先師敬老和尚啊 2008年在他老人家的家鄉 這個大陸啊 安徽省龍江縣實際城市 請當時的住室啊 滿宮老和尚 起見了百區系列 戶國襲災大華戶 2008年4月25日起期 到2010年3月25日延滿 那麼就提出戶國襲災 那麼戶國襲災這個名詞啊 是應光祖師在上海護國襲災法會 法語 在那邊講八天的開始 當時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災難很多天災燃火 所以上海佛教界辦了這個 護國襲災法會 那麼恭請應光祖師為大家開示 開示了八天 所以這個護國襲災法會華語 是上海護國襲災法會華語 有單型的流通 所以我們敬老和尚 08年在他的家鄉提倡 百區系列護國襲災大華會 所以這個名稱根據應光祖師 在上海開示的護國襲災法會 這個名稱來的 那麼我們做三次紀念 主要紀念阿彌陀佛 就是念佛啦 所以這次都是根據應光祖師 在經典裡面 依照經典給我們開示的 所以護國襲災呢 根本方法在於念佛 那麼下面呢 一切災難皆為眾生之所感超 那麼災難怎麼來呢 就是眾生造惡業所感超來的 太上感念天一開頭就給我們講 霍狐無門為人製造 都是我們地球人類 地球的眾生造作十惡業 所感超來的天災人火各種災難 大大小小的 造惡業才會感超災難 如果大家都修善業 就不會有災難 那麼過去無知 造了惡業 現在果報現情 災難來了 怎麼辦呢 我懺悔改過了 一到果法就有辦法了 我們要改過了 若靜人能念佛 則此業即可轉移 全地球的人類 大家通通發心來念佛 那這個力量就大了 不要說念一天 如果全球人類七十幾億人 我們一個人念十句佛號 我就不得了了 那何況更多呢 那消災的力量呢 那更大 當然這個災難這個業啊 可以轉移 不是不能轉的 一般講定業不可轉 定業是已經定了 當然果報現情 但是啊 但是啊 在這個果報 還沒有到來啊 那麼 我們是可以走 這就改教命運啊 那麼災難 發生了 我們總是要 這個 用念佛來習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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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這個業就可以轉移 那麼這個業就可以轉移 那靜人又 田徑和人類都來念佛 當然這個業可以轉移 如能有少數人念佛 一個減輕 如果少數人念佛 不能完全沒有災難 但是啊 災難減輕 受災害的程度減輕 受災的時間縮短 或者呢 發生災難時間 往後推遲 那就整天就知道 那麼我們牢上在如江實際禪寺 在如江啊 辦這個中華傳統文化教育中心 實驗得到成果 剛才跟大家報告了 那麼他老人家在那邊講華元經 滿功勞上蓋個華元教堂 獨立的共有他講華元經 住在那裡 讀動的 在實驗裡面 那麼後來又請悟到 去做百七十年 那當時提出 復國行才百七十年 當時啊 這個巴西的藝人家 一知夢 是悟平老師在網路上發現的 一個老師 他也不是說雞童 他是老師啊 但是他一知夢都很準 他夢到了2008年9月13號 中國廣西南陵沿海 會有九點一級的大海嘯 在這個大海嘯之前啊 中國內地啊 會有比較輕的地震 會影響到北京奧運不能舉行 他說這個大海嘯九點一級啊 沒有發生在中國 一定發生在日本 那麼我們廊上啊 得到這個訊息啊 透過很多過濾資料 肯定有大災難 所以2008年4月25號 我本來是要做一天的三十七面 變七百天啊 那去到那邊啊 還沒有吃飯就要開會 滿神 在那邊的牢上啊 寫個邀請人要做四十九天啊 我頭都快快暈啊 很多地方答應人家都不能去啊 後來做了一個禮拜啊 我說不行 我們師父說要七百天啊 他自己的老人家呢 四十九天是滿城牢上寫的邀請函 這次他老人家自己用毛筆進去寫的 我現在在中正七天堂 他有個原件在那邊展覽啊 歡迎大家有空去看看啊 這個這個都有證據的啊 有證據的啊 所以我們當時啊 我答應人家很多地方不能去啊 很多人不能理解啊 道師啊 不要亂聽啦 趕快來啦 新加坡那個李總務啦 日本啦 還有西班牙啦 這個我們台北國際會議中也取消了 浙江宜遙啦 國教基士林啦 五千多人的活動我也取消了 那說什麼啊 我們師父都不讓我走 我說呢師父啊商量一下 這個我答應人家的我去做完了 我再回來做 後面這個前半年這個 後面我都不接啦 那我不在的時候請常駐法師來做 說什麼都不讓我走 我們師父說 你有行程我也有行程啦 我也取消啦 我們兩個都不能跑 結果啊 說到第十八天啊 運算大地震 那時候安徽省一點動靜都沒有耶 搖一下都沒有 上海 江蘇 北京 雲南 甘肅 浙江 福建 廣東 廣西 包括我們台灣都有政改 安徽怎麼 他在當中應該不可能沒有感覺得啊 真的 連稍微放一下通通沒有 如果我們不是看那個電視啊 他根本不知道發生那麼大的災難 七點多幾的 比九點一是比較輕啦 我看也不輕啦 我看他那一次死了二十幾萬人應該有 黃子都倒 連北京都有黃子倒耶 但是啊 他那個 奧運會那一棟還好沒倒 但是我知道啊 減輕啦 災難減輕啦 這個是真的不是假的啊 這樣也減輕啦 我知道我心裡有數啊 因為我有經驗啊 我現在跟大家談的都是經驗談啊 不是聽說的 都是如是我聞的 不是聽人家講的啊 親身經驗 所以減輕啦 所以後來那個巴西那個益之夢的老師啊 他一個講 那個九月十三號中國這個九點一海嘯沒有啦 但是那天啊 台灣 說颱風 飛機不能起飛 颱風 後來過了三年後啊 2011年啊 311 六點不是發生大海嘯嗎 這不是演電影的喔 我們看那個電視拍出來好像演電影是真的 剛剛只爆七七幾多八幾多 爆到最後那個核能發電廠被震壞了 滿不住啦 修正到最後九點一 九點一幾 你看啊 準不準啊 那是真的 所以這個 復古其災啊 是真的有效果啊 就是我們在 潘輝如江做百七啊 簡輕災難 因為根據巴西那個益之夢的啊 北京那個 第一次辦奧運 也是 辦不成的啊 辦不成的啊 因為地震如果那個運動場 那個體育館啊 正壞啦 你怎麼來得及去蓋啊 所以 所以 我從來跟師父講 我們師父都說 好好好 趕快去趕快去 這一次啊 說什麼都 不能走就不能走 原來有這麼大的災難啊 真的不假 後來發生了 大家才沒話講啊 真的有災難啊 那麼我們現在呢 我們現在呢 復古其災 我們老上也欠供了 在台北雙七小組啊 做百七試命 復古其災 現在已經進行 第七個百七了 第七個百七了 那麼同修有空啊 幫你們來參加 第七個百七 那麼我們現在台灣啊 災難也很多啊 災難很多啊 我們都 我們是沒感覺啦 外國人啊 比我們緊張啊 我們 我們這份啊 大家都不知道啦 外面的人啊 大家看起來就很清楚 替我們緊張啊 所以 這個 前一段時間啊 我們台灣啊 這個 政府啊 在提倡抗中保台 他說抗中保台 那麼我就提倡啊 抗中未必保台 我們要念佛保台 戀佛保台 是真的啦 抗中是 怎麼能保台啊 保不了啦 你要改過啦 要修善才能保台 因為災難是你自己造惡業來的嘛 那你都不改過 不懺悔 那 你怎麼能保護這個國家呢 這個國家呢 當然是自己造惡業啊 趕招來的嘛 自己要調整啊 錯誤的政策啊 才是 保護國家呢 正確的做 要念佛保台啦 我們 勞上 勸我們做 復國習哉 百經紀念法會 復國習哉 不是念佛保台嗎 所以 歡迎大家到雙溪來 復國習哉 念佛保台 這個是真的啦 好 我們 下面15分鐘給顧久翁同學 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的問見調查 有什麼疑問 你可以再請問他 好 那我就提前15分鐘下課 下面還有 四條啊 我們下一堂課 就可以圓滿啦 好 那我先下課啦 阿彌陀佛 好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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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